请收看惠律法师博学讲座 我们以前在佛学院有一个法师 他就这样子 他后来他自己行波浊三昧 波浊三昧 这波浊三昧他就是用战的 然后很累的时候 这波浊三昧你们没看过 波浊三昧就是房子里面 没有任何东西 没有任何东西依靠的 那么这个土地 这个地上他都是用土 类似沙的那一种 暖的暖的沙 就扑的怕跌倒 波浊三昧四十九天 最多最多就是 这个上面 拉了一条绳子下来 粗的绳子 为什么呢 在你很累的时候 就抓住那个绳子 就这样子 抓住那条绳子 那旁边就有护官的人 那么就是不准让你坐下来 躺下来 顶多就是去蹲一个厕所 我们教我们的这个经典的这个法师 他就是去打这个波浊三昧 打这个波浊三昧 一天两天这样过去 到一个礼拜以后 他这两腿几乎没有办法蹲 他连上一个厕所都蹲不下来 站都几乎站不起来 他是硬撑 要硬撑 后来到第三个礼拜 就是二十一天 不睡觉的 不睡觉的 那累的时候就抓住那根绳子 从上面垂下来绳子 那底下 就不是水泥地的 都是土啊 所以他跌倒也不会撞死 也不会头破血流 这样抓着这样睡觉 很累很辛苦 还念佛 因为啊 里面写说 如果有人行波浊三昧 四十九天啊 不冥不休 就是说 啊 震得一心不乱 那么就会见佛 当身就会见佛 后来 这个二十一天的时候 倒下去 倒下去 送急诊 送急诊 后来脑部伤道 脑部伤道 脑部伤道呢 广化律师 广化律师 这个往生的时候 以后 要做这个赞颂会 我跟法障 法师去办这个广化老和尚的赞颂会 就是出病的仪式 我就碰到他 我要跟他合掌问候 以前教过我的 不认识 他脑部严重的受损 严重的受损 很精进 但是没有衡量自己的体力 耐力 想要 一飞就冲天 希望说这一次就能够见佛 二十一天 后来往生 走 走 就是死掉的意思 不是往生极乐世界 就是死掉 现在已经往生了 不在人世间 这种修持方法 诸位你想想看 你稍微观想一下 不要说二十一天 你两个晚上 这样不眠不休的 或者三个晚上不眠不休的 不睡觉 然后 不能坐 因为是不坐三面 他不能坐 也不能蹲 就这样子 你试试看 三天就好 要见佛 那么简单 目前世界上 只有一种人 可以三天三夜 不睡觉的 就是打麻将 打麻将 我还没有看过这个 念佛 念三天三夜 不睡觉 没有 打麻将 他就可以三天三夜 不要睡觉 所以这个修行 我的主张 是希望忠道 忠道 我本身也是这样子 跟广青老上一样 以前搞了很多名堂 后来发现 这一套学不通 要按部就班 忠道 老老实实的来 一步一步的放掉执着 一步一步的放掉执着 这样才有办法 但是 话讲回来 如果没有经过这个阶段 也没有办法 醒不得过来 前几天 新闻报导的 说有一个醉汉 醉到什么程度呢 喝酒 他的酒厕迟 超过了平常人的四五倍 结果呢 他开车开到一半 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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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红绿灯的时候 他的红绿灯中间就睡着了 多严重 警察在旁边一直叫 你醒过来 你醒过来啊 你醒过来啊 没办法就是 没有熄火 车子还在发动 睡觉了 连摄影都摄起来 一个人也是这样 凡夫属子 沉迷在五一六成 醒不过来 修行人 沉溺在自己的知见 也醒不过来 所以 似乎那个顿悟俱诵 无圣 无凡 无众生 就是你论有 另一个圣人的知见 就错误 真正的圣 是绝对 连那个圣人之间都不存在 叫做真正的圣人 而我们就是 在毕竟空的时候 假象一直要搞出 一个什么东西出来 不晓得当地就是空 醒不过来的 因此啊 这修行啊 没有经过很长的这种摸念 琢磨 实在是很难 但是很有福报的人 就像诸位现在 看看广青脑上的开示 一下就醒过来 哦 我们修行要忠道 不能极端 是吗 嗯 我先啊 谢谢你 有访